对自我的要求 很多女性为了达到现代社会要求的身材标准 常用着不健康的方式减肥 甚至在成长期时因怕胖而摄取不足的营养 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 越来越多女性讲究自我的重要性 很多品牌也不再局限于一定要找瘦巴巴的模特儿走秀 而纷纷推出大尺码的设计 向世界发生真正的美 不该只局限一种尺寸 在演艺圈 也越来越多女明星虽然没有瘦瘦的样子 但她们活出自我的自信模样 总能受到粉丝的爱戴与支持 如台日混鞋的女鞋星杜鞭之美 就是胖胖女星的最佳代表 29岁的杜鞭之美有着圆稳稳的身材 且肢体与言相当灵活 加上她与生俱来的节奏感和喜感 每每在镜头前的表演 总能吸引粉丝的关注与赞美 更曾被美国华盛顿邮报 欲为带给日本女孩勇气的新女性 日前网路更流传了一张杜鞭之美 十一年前的嫩照 当时的她画着淡妆 看起来相当清秀 且身材也比现在纤细 呈现了不同的风格 在分享自己的择偶条件时 杜鞭之美曾直言自己不喜欢爱胖妹的男 因她认为这些男只是喜欢肉感的外形 却不是发自内心喜欢对方 我希望对方如果跟我交往 是真心喜欢我这个 而不是被我的身材吸引 自信的一番话获得众好评 但其实总在镜头前看来自信 且总为大家带来欢笑的杜鞭之美 过去曾有段时间被舆论攻击的伤痕累累 甚至想过放弃一切走上绝路 原来杜鞭之美在读书时 就曾因为身材关系遭到同学霸凌 让年幼的她惶恐又不安 不晓得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为什么只因为身材比别胖了几公斤 就必须承受不公平的对待 她为此曾失去对生活的目标 甚至在忧郁时出现了亲身的念头 直到有天突然想通 认为因为别的酸言酸语就陷入低潮 是很傻的一件事 她于是重新认作 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最后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而在演艺圈找到自己的定位 并闯出一番成绩后 杜鞭之美也用自己过去的经历来鼓励有同样遭遇的粉丝 希望大家都能更加爱自己 毕竟如果你都不爱自己 那么又有谁会爱你 也呼吁大家永远不要失去信心 别让那些轻视你的有机会看不起你 年轻时的杜鞭之美看起来好清纯啊 笑 其实不管是胖瘦都有着不同的美感 只要充满自信 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你 一定都能活出自己专属的美丽哟 分享出去 让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